10年前,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去阿曼 几乎都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国家 10年后,如果你问我,阿曼是个怎样的存在 我会告诉你,它是我安放青春的家 也是我的香格里拉 我叫汪春,来自上海 在阿曼的华人都习惯叫我老阿曼 我年龄不大,但我在阿曼待的时间却蛮久的 我的父亲曾是远洋轮舍的船员 我是听着他航海故事长大的 美味的海鲜,美丽的人鱼,危险的风暴 而我最喜欢听他讲星巴达的故事 小时候的梦想很简单 幻想着自己可以像星巴达一样乘风破浪 在广阔的大海上冒险 长大后,我去过很多父亲曾到过的地方 但我最终选择停留在星巴达的故乡 阿曼苏与阿曼苏丹国 刚到阿曼的时候 这个国家感觉缺乏个性 与其他海湾国家没有太多差异 酷热的白昼与青鸡的午夜交替 我似乎永远无法融入其中 但阿曼人的质朴和友好一点点能在告诉我 嗨,小姑娘,你来对了地方 我应该感谢我的双脚为我揭开了这个国家的面纱 让我领略到了它最令人震撼和感动的美好 事实上,阿曼颠覆了我对阿拉伯国家的印象 在它看似空旷的外表下 是一个个令人惊艳的器官 每年六月 如果你驱车穿过近千公里的沙漠 进入南部的萨拉来时 你将拥有一种从阿拉伯穿越到南亚森林的幻觉 75公里的狭长海岸 成为了一个绿意盎然的世界 这里是阿拉伯半岛上最传奇的世外桃源 阿曼人似乎都有一颗清澈透亮的心 对于所有新鲜的人或事 他们总能信逢其美 乐于接纳 而他们共同在分享中获得快乐 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连接 让我感到了久违的从容 所以我愿意将我那颗热爱自然 渴望冒险的心留在这里 我更渴望将阿曼带给我的感动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在阿曼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变慢 他从不追逐 所以从不焦虑 在海浪与溪流中 我可以听见时光流过生命的微妙变奏 生命是一次奇遇 每个人都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时光秘境 我是汪春 我遇见了阿曼 在海浪与溪流中